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来了解 台湾今天的各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们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分享留言按赞 还有请记得要订阅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报纸其实我觉得蛮聚焦的 应该算是有四个重点 有关于严惩共谍的部分间联合报跟自由时报头版看到 那么在登革日的防治方面 昨天陈其迈跟韩国瑜算是联手了 今天在中时跟联合报的头版 谈到的是接下来的灭文动作 另外有关于昨天有个领奖的国中生 呛韩国瑜落跑去选总统 今天自由时报头版还有另外一个报纸头版 头条可以看得到 两大财经报跟旺报呢 今天关注的是在川习的通话之后 昨天的台北股汇双掌 好 我们今天先从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看起 标题叫做共谍可以判七年重罚一亿元 这是昨天国安法的修正三读 其中也纳入了网际网路方面的一个管制跟空间 好 那么军公教如果有从事共谍的话呢 那么最新的规定说将会剥夺他们的退休奉 好 如果是你限制或退休的军公教 经过判刑确定的话呢 会剥夺退休中身份 而已经领到的部分呢 从违法日开始也会把你追回来哦 好 有关于这个严惩共谍的部分 今天联合报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倒是看到国民党这边说有一些 关于网路的攻击行为 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话呢 应该是要纳入规范 但是如何来定义网路共谍呢 行政院方面并没有说清楚 执行机关必须要针对法规进行更细部的一些定义 也就是应该要厘清说 钳制网路言论自由的一些疑虑哦 否则呢就是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权利 就是说你说它是共谍 还是是网路言论自由 这个部分可能要做的更细腻一些才对 联合报跟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当中 都看到了登革热这边高雄的疫情 倒是中国时报说行政院叫做黑白脸的南北夹杀 黑脸就是苏贞昌 白脸就是陈其迈咯 说高雄市的这登革热疫情严峻 中央地方为了防疫经费互杠了那么多天之后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呢在台北 他之前是半黑脸 狂酸高雄市长韩国瑜 就昨天上午呢就赶快拨款了 那么同时也指派了副院长陈其迈 昨天南下去参加登革热的防疫会议 跟韩国瑜一块地视察了 这算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三明区 中国时报说这摆明是南北夹杀韩国瑜 而韩国瑜这边只一心想要灭文而已 他们也主动握起了陈其迈的手 谢谢中央跟地方的齐心 昨天两个人的互动其实不算多 相近如宾只谈登革热 昨天其实这陈其迈呢 早上行政院说好 五千多万元全部都拨下来了 所以昨天下午呢 陈其迈就带着这五千三百万元呢 到着高雄这边来视察了 好有关于文词方面 其实还有蛮多的这个政治观察点的 联合报今天那页说陈其迈灭火 暗访韩国瑜 因为陈其迈昨天到高雄 他强调说我在代理高雄市长的时候 几乎都是亲自主持防疫会议的 似乎是暗访韩国瑜到昨天才开始担任 防疫中心的总指挥 好在高雄方面是这个月五号 成立登革热的防疫中心 只有韩国瑜亲自担任总指挥 昨天这个韩国瑜跟陈其迈的互动呢 其实两个人当然被媒体追着 那么韩国瑜最后是在陈其迈离开之后受访 他说他有感受到中央的善意 就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口水跟政治 也希望高雄的登革热疫情 能够赶快的控制下来 现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有韩国瑜昨天被这个少年 这十五岁的国三毕业同学 给呛瞎的这个消息 韩国瑜昨天跟这个模范生 跟市长讲毕业生合照 在过程当中 有个国中应届毕业的男模范生 当面就对韩国瑜说 你知道那个排队 就是每一个班上的获奖的人 他们会排一场龙 那么分别上台去跟韩国瑜拍照 那么市长其实就有点像人形立排 那么小朋友一个一个上来 拍照就是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 昨天这个国三的男生 他跟韩国瑜拍完照 就要离开的这个刹那 短短的几秒当中 他就跟韩国瑜说 你要选总统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可笑了 不要让你的感性压过理性 要醒一醒 然后这个孩子就下台了 那韩国瑜大概就是拨开一下 因为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马上就要上来了 韩国瑜事后当也被问到了 这个孩子这样的说法 韩国瑜你怎么想呢 他说这是他孩子才国中三年级而已 就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不得了 好 这个同学其实昨天下午媒体 也去采访他 他的这个国中的老师们 就说这个孩子平常在学校 就很有主见很有想法的 那么其次学校里面 还有其他的女同学呢 也被跟着受访 其实也跟着有点呛瞎韩国瑜说 韩国瑜好像并没有兑现 高雄发大财的承诺 好 今天这些细节呢 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您会看得到 中文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 倒谈到了民调的部分说 韩国瑜现在还是一枝独秀的 这是根据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 在六月中旬所进行的民调 说在党内互比的方面呢 韩国瑜以百分之二十六点九 领先郭台铭的百分之二十点九 如果去跟党外做对比的话呢 韩国瑜对上蔡英文 或对上柯文哲呢 韩国瑜呢都是领先的 如果国民党方面是派郭台铭的话 倒是郭台铭会输给蔡英文呢 所以说呢 这韩国瑜是国民党 现在还是最强的候选人 好 今天中国时报 其实有谈到有关农药的部分 坐在内亚A2蛮大的一个版面 您还记得前阵子 其实这韩国瑜也说 李嘉芬最近都在忙着研究农药巴拉裔 好 巴拉裔呢 在国内这边是 明年的2月1号开始要全面的禁用 但是这农民们呢 有话要说 第一个就包括 农委会这边所推荐的 替代性的这个新型落叶剂的效果不好 而且呢又贵哦 所以呢 现在巴拉裔不能够用呢 不能用的原因是说 因为有人拿它来自杀 那也有包括说 它可能比较剧毒哦 那现在呢 这全台的农友方面 其实已经有些反弹了 他们酝酿要串联 抗议反对 禁用巴拉裔 最近中文时报就说 这个政府官员的精英思维 其实这些农民们 其实并不买单 好 在自由时报方面提到了 昨天蔡英文总统呢 她在民进党的中职会当中呢 她也正式的变成是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昨天她的谈话 谈到说立委要过半了 民进党要回应 年轻世代的要求 才能够集结最大的一个力量 好 在蔡英文的这个喊话当中 相关人士在联合报说呢 说总统团队跟党中央要接上线 才有利于后续的一个整合 好 在公投方面 现在已经确定 明年不会大选榜公投了 但是被绿营的硬脱钩 蓝营这边是7月7号要抗议 和平中立公投被驳回去 那么吕秀莲则是点名蔡总统 接下来应该好好地整顿一下中选会吧 好 柯文哲其实昨天呢 媒体有很多的一些议题 都会去找柯文哲来做回应 昨天有个所谓的经济学人的一个民调 说在我们2020的总统选举呢 这蔡英文会显胜韩国瑜 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民调 倒是柯文哲昨天笑笑说 最大的变数还没有出现呢 大家说这有点雨带玄机 柯文哲是说你看我现在晃晃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参选 但是我的民调跟你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到底这柯文哲会不会出来选 现在似乎就他来说还是一个变数 但是他也没有给确定的答案 好 自由时报间 头伴有提到说有一个国中男同学呢 跟女同学曾经交往一阵子 后来分手之后呢 他就散播了这个女生的一些 不雅的照片跟影片哦 而有一个同学又把这样的一个影片照片 送给其他的同学们一起欣赏 好 现在呢 包括了一开始散播这影片的 这个男同学哀告之外呢 后来按一下传给其他人的同学们 一样有事 包括他们的父母亲等 一样都要赔偿 另外自由时报谈到了第一次吸毒 国内的这个吸毒人口呢 有九成不到四十岁年轻化的情形 实要鼠说像是公庙阵头的年轻人 吸毒的恐怕更多 财经焦点 经济日报的头版当中 还有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都是 热情回流昨天的台北股汇双标 工商时报说川习会的拍板 在下个星期在大板当中会碰面哦 股汇双涨热情回流台股昨天大涨 208点飞越了季线 而台币昨天是狂升了1.78角 而且是最近的一个新高 好 我们在这个新闻一开始有告诉大家说 联准会今天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那我们央行呢 今天下午也会有个礼监事会议哦 在今天下午这个礼监事会议呢 外界预估说应该是利率会连12栋 有关于5G的部分 今天倒是看到了 今天两大财经报都说 我们的5G试照将要提前了 在12月份就要竞标 比业借预期提早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NCC修正草案预告期 9月份受理申请 还是踩两阶段的竞标 另外共商时报提到说 这产创头底三毒过关 智慧机械跟5G的这些相关产业的大力多 在经济日报间投版说 苹果现在听说要求他们的主要供应商 评估把15%到30%的产能 从中国大陆要迁往东南亚 对成本的影响 这凸显了苹果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呢 现在似乎是准备重新调整自家的供应链 不过如果说那些产能离开中国大陆的话呢 会不会业界担心说短期会造成iPhone Mac跟iPad生产量受到影响 好在香港方面联合报今天那页说 反送中运动呢 这林郑月娥的一些谈话难以平息众怒 香港这边的学生说 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求一定要做出回应 一定要撤 说不撤他们就不散 而且说如果今天没有获得回应的话 明天他们还要再升高对抗 而下一站的G20之前 习近平在今天要访问北韩 希望能够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对话 好自由时报今天由NCC再罚中天50万元 好这就今天的10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谢谢您收听明天见